這次我去爭取回斷內授訓這種路程是要算加班費的 主要是我們台鐵的特性有兩個 第一個台鐵是環島的鐵路 所以一定每個車站都遇到說你要去斷本部 去授訓的時候一定有路程比較遠的車站 會變比較吃虧 這第一個特色是台鐵是環島的鐵路 但是你授訓的點就那幾點 所以你說路程的時間都不給他算加班費 那等於是對於車站離授訓地點比較遠的這些通人是差別待遇 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台鐵我們很注重訓練 就是你對外面說有些東西都是需要人員訓練的素質 尤其是一些老前輩也慢慢的退休 所以這訓練的東西重不重要?重要 但是如果每次的訓練你都是這樣子一直在凹 比較遠途的這個車站的員工的話 那這樣對嗎?不是說很注重訓練 那最基本的訓練的這些細節啊 你要怎麼把這些士兵啊叫過來 這些細節你要考慮嘛 那你就定說像我們上次去定八點半就要開始上課 那是你用你本位主義想著的 你本位主義想著啊你在斷內 然後斷內就過去了 然後開始上八點上班 然後開始八點半就開始上課 你要想看別人的站 尤其是我們這邊南部的站 有些南迴線車次更少 因為單線嘛 所以你怎麼會說 你是注重這個員工的訓練啊 然後但是卻 不管那個員工怎麼要來上課 你都不管他嘛 那另外第三個就是 台鐵是一個低度的自動化 我講難聽就是低度自動化 所以你通通靠人的管制 只要員工一出事啊 然後你就可以要處罰員工 所以員工這邊寄過啊 比寄家獎還要難啊 還要容易啊 在台鐵也要寄家獎 難度很高啊 但是你要寄人家的事情 這麼多繁雜的東西 你沒有什麼安全上的一個 科技的一個機制 專門靠人性的一個注意 然後再一個這種 血汗斑表 日班 隔天又夜班 這種三班制 日班一班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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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調時差 那員工一出事 然後你就要成屬員工 所以啊 這個人力的一個吃重 它的一個負擔的吃重 你就本來就要比較好的 這個比較愛才喜才的一些機制 才有辦法去吸引人才進來啊 那如果說明明就是要跟著你的公文說 要去上課受訓 然後比較遠方的站 然後必須要走那麼遠 坐那麼遠的車 他也要提早起床嘛 那他為了這個公務 他提早起床 是不是等於是減損他的休息時間 沒錯嘛 像那天我要七點 搭七點的車 七點的車 那是不是我最少六點半要出門 對不對 六點半要出門 那我是不是六點要起床 最少要六點起床嘛 對不對 所以減損那個休息時間 然後你說不算工時 我只想問 那你這樣能夠吸財 能夠吸引人才進來嗎 長官啊 那你或許說那跟我沒關係 不是啊 如果長官你沒有吸引到人才 進來幫你的貨啊 你很多決策上啊 包括說尤其是採購 或是你要開規格標 沒有人才嘛 沒有人才他怎麼辦 你快開規格標 那你到時候一大堆事情 比如說採購新的列車 那人家廠商不一定懂啊 廠商不一定懂 你就被綁死死的 然後到最後說 他是什麼特殊品 專利品 或是只有廠商才有 你是不是要花大錢 所以你在那邊省小錢 花大錢啊 你對那個人 人力資源 然後勞工人 那個員工 斤斤計較 到最後你惡果 第一個是 如果是你在採購列車的話 你是不是到時候 你一大堆問題 對嘛 一大堆問題嘛 變成你也是很煩嘛 你身為長官很煩 要處理要處理要處理 採購 那每次一個東西 他是專利品 你又再辦一次採購 因為沒有人才幫你嘛 對不對 所以跟你沒有關係嗎 一定有關係的 那你會想說 那我要退休的 那你更是不負責任 你在這個 在台鐵的時間內 能夠把台鐵帶好 能夠把台鐵弄好 然後後面接手的人 能夠再 站在我們這個巨人肩膀上 然後再繼續往前 還是你要把自己弄成侏儒 然後後面的人再站上去 等於是他一個 一個板凳而已 能夠讓台鐵進步什麼東西嗎 百年台鐵 百年台鐵 請問一下百年有沒有進步 我就問各位長官 所以在那邊講說 這個路程價沒有啊 什麼什麼規定 什麼行政院的命令說沒有 那我也找出韓式了 法律上韓式 說你是在這個 同一個公司裡面 比如同一個公司 那A分公司 你再走去B公司 那也算是公司 那你跟我說 你是搭火車 又沒有受我們雇主管控 你自己想想看 我搭火車為什麼 就是要去上課 那我在火車上能夠幹什麼 叫不受雇主管控嗎 所以我可以在火車上怎麼樣 我可以火車出來下來嗎 然後去外面吃東西 再出來嗎 先下火車大一半 然後下去要出站 然後再吃個早餐 然後再上火車 有那麼閒嗎 還不是為了你要上課 而必須 你這個跟貫老闆有什麼不同 說手沒有遊覽車 手沒有握方向盤 就不算公司 是這樣子嗎 那我就更反問你啊 那你在公司裡面 你是不是也有常常在做事情 也沒有嘛 人家我為了你的公文 說要去回訓 副站長回訓 搭火車 搭你的火車 那車次也很清楚 什麼時候的火車 那攝影機也有拍到我搭火車 我不是說 故意很早 大家要偷賺你的加班費 然後或是故意拖很晚回來 要賺你的加班費 沒有嘛 我這車子清清楚楚 各車車站的攝影機 都可以找得到 我能夠幹什麼 長官啊 你們真的是惡觀啊 惡觀 惡觀